节育环是什么? 王秀,西安市第四医院, 维产医学中心,主任医师。 节育环的话, 就是妇女常用的一个, 就是说是避孕的一个措施。 那么现在节育环有很多种, 以前常用的就是说是带铜的这个节育环。 那么这种节育环, 它带的是一个惰性的一个金属, 在子宫内膜达到一个局部的惰性金属, 造成的一个炎症反应, 从而达到避孕的一个效果。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带药物的这种, 缓食药物的这个避孕环。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说是通过药物释放, 改变内膜局部的这个激素营养的一个状态, 子宫内膜的一个状态, 从而达到了不利于怀孕的这个状态。 那么还有一些公行环, 各种各样的临床上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些避孕措施。 所以如果就是说妇女需要进行避孕的情况下, 这个要和我们妇科医生, 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些, 就是说是采取一个合适的这个避孕措施。 专家提示, 一, 结育环是妇女常用的避孕措施。 二, 从结育环在子宫内膜局部剁性金属造成的炎症反应, 从而达到避孕效果。 三, 环食药物的避孕环, 通过药物释放改变子宫内膜局部激素营养的状态, 达到不利于怀孕的状态。 四, 妇女需要进行避孕的情况下, 要和妇科医生进行, 采取合适的避孕措施。